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昨天我想在香港各大媒體,大家都會看到國安法第一案的被告 現在判了九年,煽動分裂國家和恐怖活動 判了九年監的唐英傑,在懲教署的立德學院畢業的消息 也有報導他對於自己的罪行,深感後悔 未來是要用實際行動來回歸社會,微補過往對國家的不尊重作為 這個出自他的口,我想大家看完之後,內心也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我又怎樣呢?我又跟鄧炳強一樣,鄧炳強感動落淚,我都幾乎哭了出來 當然,他落淚和我落淚的原因有所不同,回來再說 用LotVPN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和保護你的私隱之外 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Netflix 用了LotVPN之後,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都可以看到 又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LotVPN,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玩到的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用了LotVPN 你身處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優惠 LotVPN是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一家大小都可以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可以全數退款 挺好用的,不妨試一下 大家可能還記得唐英傑案 就是在反送中運動很高潮的時候 唐英傑就拿著電單車插著光時旗,衝向警察 當然最後被拘捕了 他控告兩條罪 一條就是煽動分裂國家罪 主要就是江時旗 當時也找了 即是控門雙方也找了專家去解釋 江復香港時代革命 究竟有沒有分裂國家的意思呢? 我記得嶺南大學的歷史系教授 都引經據典 那句說話就是分裂國家的意思 都過了去 他已經是載入史冊 這位教授很出名的 第二件事就是他衝向警察 所以就告他這個恐怖活動 最後就是重判了九年 他今次在這個立德學院裡面 說了些什麼說話呢? 會令到鄧局長去感動落淚呢? 或者令到我都哭了出來呢? 他就是這樣說的 他除了在這次訪問他之外 還有就是他已經做了星期隊 他已經做星期隊了 即是升國旗 他說呢 在這個典禮裡面做星期首 上台分享 他說我自己這幾年就改變了很多 身為中國人的一份子很自豪 當時做得很錯 被人利用去衝擊政府 那些叫我們衝擊政府的人 現在還在外國享受一些 偷迷的自由 叫人衝 自己鬆 唐英傑繼續玩 很多人問他 阿傑為什麼你要這樣做呢? 他說我不知道 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他後來呢 就發覺自己當時被 偏激的言論和錯誤的資訊誤導了 後來反思 發覺自己真的很錯 我錯在被人利用了 錯在人家說什麼 我們就去做 他說在座有不少人 都是因為2019年的事 而坐牢的 而當時叫我們衝擊政府的人 現在就去了外國 就 偷回來的自由 唐英傑就判九年 已經坐了大概四年監 他現在就說 你有很多時間反思 認為自己的行為非常錯 我好希望呢 能夠彌補回我們國家 不尊重的行為 而參加了 懲教署的 沿途有理的計劃 有理就是 有理由的理 令他改變思考的模式 用大陸的說法 就是改造思想 或者叫思想改造 以前呢 只是喜歡看自己 只會看自己喜歡的面 以為暴力就可以解決問題 之後有機會重新認識中國 發覺原來我們的國家 比其他西方國家 發展得好很多的 令到他呢 身為中國人 感到自好 他就說 現在社會仍然有很多假的事 不要盲目相信 做任何事都要想清楚 鼓勵其他人呢 要向目標前進 好像我們的香港運動 運動員那樣 營爛意想 早一天你有機會 站在屬於自己的頒獎台上 那麼 唐英傑呢 就不是第一次的了 講這番說話 我記得 都好像在TVB CTVB 叫做 有法安國的節目裡面 講了類似的說話 即是訪問他 都在一個成效署 的監獄裡面訪問他 當然就是這樣 他說 當自己想起來 除了用暴力 認為除了用暴力 難以解決問題 現在就後悔了 那麼 當時那個 訪問的內容呢 沒有今天那麼多 沒有提到就是 即是說 現在 以中國人為名 那些人呢 就是叫人衝 自己鬆 這樣 我 聽到這番說話呢 即是 我跟局長一樣 我都 有流眼淚 不過他就說 他深受感動 我 就 我就不是 我有另一件事 我稍後詳細說 立德學院畢業第一屆 有75個 60個來自白沙環懲教所 甚至女學院來自羅湖懲教所 全部都順利畢業了 穿上畢業袍 有畢業證書 也有 譬如唐英傑 或者其他人都是 有親友去看他的畢業典禮 還可以獲准上台去擁抱他 他場面都很感人 這個立德學院其實是馬會之助的 他有宣誓的 他説 我在此莊嚴承諾 作為首屆立德學院的一員 以立學修德的使命和理念為之引 積極改革自身 不再重蹈覆轍我承諾 以行動證明我的決心 會和諧和進步 貢獻自己的力量 我剛才說過這種做法就是 我們用大陸的說法就是思想改造 你要思想改造的時候 你要證明自己的思想 受到改造 當然你就要說這番話 鄧炳強在社交網站上這樣說 今天是懲教處立德學院第一屆的畢業典禮 經過一年來的認真努力學習 75個同學全體畢業 今天他們至親好友來到現場 見證學員 穿上畢業袍領取畢業證書 大家相互支持 場面感人 聽到學員分享在囚時的反思 對迷途的懊悔對家人的感謝 我都忍不住留下藍而淚 我衷心希望每一個學員 珍惜人生的第二次機會 帶著這套畢業證書 順利從頭社會 步向光明的前路 鄧炳強說 忍不住留下淚來 我也是 基於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我沒有重判斷 譬如唐英傑說的話 他不是第一次說 已經是第二次說 是他出自內心 是嗎 有可能是出自內心的 我不能夠一句說話就否定 說他不是出自內心 因為我不是他 或者他真的 想完之後覺得 以前是錯呢 可以的 我怎麼能夠排除這個可能性呢 是吧 我真的不能夠這麼武斷 但是有可能是出自內心 也有可能是 所以 衡量過那個形勢 最後就做一個 這樣的 配合 這個是很明顯 這是一個 真是很清楚的宣傳 是吧 如果說思想改造 就是要把所謂編擊的思想 通過這個教育 而改造 是在中國大陸有的 中國大陸 就是要拘捕一些 就是犯罪的人去坐牢 那你刑事犯就 就是殺人放火啊 販毒啊 什麼東西 強姦啊 老人勒索等等 那些要坐 但是政治犯呢 他都要用進不進的方法呢 要你思想改造的 要在裡面做不同的教育 新疆的教育營 或者叫再教育營 有些人說他是集中營 concentrating camp 其實都是要他們思想改造的 要他身為中國人為榮 就不是做新疆人的 要他將那些所謂編擊的思想 極端的思想呢 是變了他的 他的思想改造 那我覺得是 這個做法呢 都秉承著 中國大陸那些思想改造的 以前沒有的 這一班都是政治犯來的嘛 都是 和2019年有關 所以要改造他們 那改造他們 他 他剛才說他可能真的被改造了 成功了 但是有第二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是什麼呢 就是 大家都知道 就是現在 不能老諷 什麼叫老諷 你認罪 如果在這個判刑的時候認罪 你就可以扣減刑期 來的 就是量刑那裡 輕一點的 認罪 那麼 唐英傑很明顯就沒有認罪 沒有認罪 最後就判入九年 這樣 但是如果你獄中行為良好呢 以前呢 就幾乎老諷 一定有 三分一的刑期扣減 就是 如果判九年 那 就是 三分一 可以坐六年 就可以出來了 就是坐三分二 他現在已經坐四年多些了 但是現在 有個二十三條立法之後呢 這個 說是 獄中行為良好而扣減刑期呢 說了 不是一定的 要在懲教署長 有個酌情權 看看你 提出你 放出來 是不是有機會再違反國安 什麼叫做有機會違反國安 沒有機會違反國安呢 就是全在懲教署長的一念之間 我不說 什麼以前有 現在沒有 什麼什麼 還有這個是 就是某程度上有追索期 就是 但是 大家知道了 我都訪問了他 寫了一篇文 今天好像 鄧局長都 筆點名都提過 《明報》的專欄 包括他 有機會我再說 我相信《明報》動 陳文敏的機會很大 繼續窮吹萬鄧 他說 以前 不是這樣的 現在這樣 追索到23條立法之前 就是有追索權 那麼 懲教署長 就 懲教署就駁斥了 什麼 我們一向都要取個酌情權 一向都不是說 他 行為良好就可以坐小一點 是由懲教署長自己決定 一向都是這樣 但以前一向 所有人都可以 除非在監獄裡 犯了事 現在 就不是我們要考慮了 好了 現在這樣的意思 就是說 彤英傑 想不想坐小一點 當然想 如果想坐小一點 是不是要配合所有官方 要你做的大龍鳳 當然是 我強調 不要斷章退意 他有可能 說過那番說話是真心的 他真是真心悔過的 覺得別人 叫人衝一下自己衝一下 覺得別人偷回來的自由 去了海外 那些 可能是真的 又有另一個可能性 我不能排除 沒有 我要你 我配合你 我便坐小一點 很簡單 即是很清楚的 現在 譬如在審根的不同的案件裏面 有 譬如四十尺人案 也好 這個 蘋果日報案 也好 有人 有些是我認識的 有些很熟 認了罪 那些人說 你為什麼認罪啊 你為什麼認罪啊 你有沒有搞錯啊 這樣去譴責他們 那些人可能 已經離開了香港 即是說這些話 我說你試試你 拉進去 說這封糧話 認罪也是一個策略的考慮 認罪少一點 認罪就有機會減逆 但是行為良好 現在就是沒有機會減逆 要做這些事情去配合 那所以 我聽完唐英傑的這番話之後 我為什麼會 差點流下眼淚呢 就是 覺得很傷感 條命在你手 我可以怎樣呢 我可以做什麼呢 我想請問 是吧 我當然想 做 用盡任何方法 已經成為定局了嘛 沒得再抗辯 沒得再上訴 九年了 是吧 成為了定局 我是不是要想盡任何的辦法 早點回來呢 坐一天都不想 是吧 於是便要講很多 講很多 我們外面的人看得上來 覺得 你真的這樣想 當初我真的撐錯了你 覺得你還好像很勇敢 原來現在變成這樣 令到大家會對於2019年的事 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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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件 都覺得 是啊 搞來做什麼啊 搞那麼久之後 只有一個吉 什麼都得不到 是 然後就慢慢 開始有一個記憶上的變化了 是啊 那些人做些什麼 啊 你見好就收嘛 哎呀 你搞那麼多做什麼啊 就是 明知道改不了的啦 這些抗爭 你說他都撤回了 你還要求那麼多東西 什麼收回 什麼五大訴求 收回暴動定性呢 定了就定了咯 那些人是要 是要受的嘛 犯了犯了 可能 很多人開始 就將自己的記憶 或者當年的論述 慢慢改變 妥協的妥協 就是修訂的修訂 然後將2019年的事 成為了 就是好像721那樣 兩幫人打架 是吧 大家對峙 勢軍力敵 在那裡挑釁才促成的 也不只是白衣人打黑衣人的 黑衣人也有還手也有動手的嘛 變成了這樣的論述 他慢慢用這種方法去改變歷史 那麼再過多 三五年大家就說 是啊 當年都是錯的啦 做錯了事情的 是啊 這幫人都走了 你煽動別人出來的 全部都走了 就是 就會變成一種 就是說 是啊 這幫人是有組織有計劃 受外國政府指使 就是 煽動那幫人上街 然後呢 細色不對啦 那就已經安排他們 就走了 很快就有這一種 由官方 再加上這些 就是被抓了 坐了牢 那條命在他手上 希望自己可以 就是 坐小一點 做些放出來的說法 而令到整件事 是扭曲 再扭曲 再扭曲 目的都是這樣 不是只是說 哎呀 認了一次 什麼上電視認罪 什麼什麼 不只是這麼簡單的事 而是 他是想改寫歷史 我認為是相當成功的 為什麼會相當成功呢 我看到一些網上 有些我也認識的 一些朋友 都是叫做社運的老手 他就總結 和英傑幾番說話 他就說 嘿 很典型啦 這個 黑狗偷吃的白狗當災 這樣 你幫人就走了 他 他 他直接相信這個說法 甚至可能慢慢就相信 這個有外國性來的 不是一個人自發的 一個運動來的 去得太盡了 所以出了這個問題 融化整個運動 究竟 來龍去脈是怎樣 有沒有需要檢討的地方 可惜現在 沒有什麼人做這個檢討 是有很多問題的 如果你看回不少人 當年的評論 包括小弟的評論 我都提出了很多質疑 提出了很多問題 是有很多壞的影響 例如在策略等等方面 但是現在區黃二 怎樣壞的影響都好 怎樣策略錯都好 大家都會看到 接下來的大鎮壓 或者在過程中的觀迫民返 如果你是稍為清醒一點 你認為彤英傑 說你的這番說話 他真的這麼想 還是 在刑格勢禁下 他沒有辦法 不是拿出來 告訴大家 公諸於世 我是這樣的 我是這樣的想法 他希望 改變到 民間的論述 變成官方的論述 如果大家覺得 他說這番說話 是啊 你看他後悔了 信到十足的話 我就覺得 都挺幼稚 是吧 不過我又不會怪 陶英傑 即使他真的這樣想 也好 他說他被迫 這樣做 當然也有他 背後的考慮 有他的原因 他真的這樣想 我也不會怪他 為什麼呢 我們在外面的人 或者是在香港的人 我們 叫做有一個自由的生活 我們不可以 去評斷 或者沒有資格去評斷 在監裏面 失去自由 過了四年 譬如現在 這麼熱 三十六七度 我聽說錯了 我監裏跟我說 沒有辦法睡覺 全日都是流汗的 沒有辦法去休息 沒有辦法令自己安靜下來 脫光衣服 男人脫光衣服 只是穿著底褲 都睡不到 都要用水來整濕張床 癡癡癡癡地睡 才稍微睡到 那女人呢 你沒理由脫光衣服 我可能也有些是這樣的 都是一樣 那種監獄 那種 那種 勞役役人家的 無論在肉體上 還是師傾 勞役人家 那種做法 是沒有人能夠 沒有人能夠抵守得到的 以自己堅強 都沒有辦法抵守得到的 那麼 我們在外面的人 有甚麼資格去說 你這樣說是不對的 是嗎 說我支持錯你呢 有甚麼資格呢 我覺得沒有了 沒有了 但是我們覺得 你覺得需要清醒一點 聽完之後 只能夠搖頭彈色 沒辦法 你會很難過 很難過 所以 鄧國長流的淚 跟小弟流的淚 當然是不同 他是喜悅喜極而泣 哇行啊 改造了 真的沒有不同 我是覺得很悲痛 那種感覺 好了這次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和深植歐快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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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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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